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干过撤侨这事吗 没有 我们跟土耳其的关系没有到需要撤侨的地步 没有我们情报有误 对 但是撤侨这事这是中国的德政 对 而且我在网上看了 我觉得首先是有些中国网友需要提高一下语文水平 人家那个标题说的是中国派军舰去利比亚撤侨 怎么好多人写成中国派军舰去利比亚撒娇呢 对 这个很打错吧 当然我觉得可能太激动了 太激动 所以我今天刚才跟你们这个后边的巨物说 我说赶紧把文涛的红衣服给我穿上 没错没错 因为今年好像是中国军事迷的元年 为什么 1月11号小光棍节四代机起飞 就咱们的隐形战机 然后又有连着两个惊喜 咱们的徐州号去了地中海 接着就在前两个应该是昨天 四架咱们空军的飞机去了利比亚撤侨 你看 先是隐形飞机飞 接着又是军舰 又从索马里跨出了1500海里 到了地中海 过了苏伊士运河 接着四架战 不是战斗机 战斗机 准备参战 对 运输机就过着 你说这 徐州号可是导弹护卫舰 对 我看了很多外电的评论 我发现撤侨这事挺有意思 你知道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网站 一专家就写了 说在撤侨这件事上 对吧 中国比美国更像个超级大国 就是说美国你得跟中国学学 对 然后还引用了说孔子的话 说中国的孔子说过 见义不为 无永远 那意思奥巴马太含蓄了 这个事其实也得两头说 因为美国人的顾虑显然比中国多 我们的动机很简单 我们要保证我们几万中国公民的安全 其他的问题都在其次 美国人不行 因为他要考虑到他的手段 就是他真的动用军事能力去撤侨的时候 他的侨民是不是会变得 真的会因此而变得安全 还是会相反 更危险 这是很难说的一件事 你说这个我就要问你徐周浩导弹护卫舰 我看外电都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瞎说 说中国导弹护卫舰 这是说是去撤侨的 可是他们说这就意味着未来 比如说在某个国家 如果有事关中国重大利益的东西 遭到袭击 那么导弹护卫舰就不见得仅仅是运人的 这是我的想象 我的理解是什么意思呢 莫非说比如说利比亚里要有一中国大公司 中国大基地他们要是敢抢 我们这能放导弹吗 深入内陆是不可能的 而且我们说我们说的很清楚 徐周浩本来就不是去撤退人员的 他是替撤退人员的船只提供护航和安全保卫 以及相应的后勤支持的 这本来你让军舰去搭载我们的建筑工人往回反的经济上 不是很划算 怎么保卫 那么第一个 要是遇到危险 你的目的港和你的始发港之间的海运安全 是要由军舰来承担的 那么还有一点我们可以假设一下 我们现在假设在港口外海的地方出现这种武装抢劫 那么针对 因为我们必要大量的人民向港口集中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这种 不管是用船的 还是用陆地上的 用交通工具的 对撤退人员的武装抢劫 那这个时候你的干预还是不干预 这是一个对这种非作战军事任务的性质的一个重要解释 因为我们为我们的撤退的公民提供护航 它不是个作战任务 但它绝对是个军事任务 那么这里面这个界限如何界定 恐怕是我们海军未来面临会越来越多的遇到这种问题 你像这回英国 我觉得他这算 这某种意义上算一种侵略吗 我不知道 突击队没打招呼 直接开你国家里边去了 这个打招呼没打招呼 英国人自己没有说 当然英国媒体去又把它变成一电影 因为英国我们知道好几年前就小 就是莫多克去了之后就小爆化了 于是这件事就变成一大片的剧本 像当年有个电影叫做海报 对 就是它是两架C130和空心团 就特种兵的空心团 SAS很有名 然后通过C130下去的拉他的石油工人 石油工作人员吧 因为我们知道英国的BP公司和利比亚的石油关系很深 而且卡扎菲的儿子也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读的双硕士和博士 关系比较深 然后他们去急着去抢救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英国是不是跟利比亚的大使 驻英国的大使馆已经经过外交协调了 说我去飞机 那报道说没有了 就是说不能就高度机密 连什么什么谁手下都没跟谁说 但是咱们为什么说英国的这个小爆化 把这事又变成英雄了 因为大英帝国在衰落 连航空母舰都没了吗 裸奔了吗 所以这个不知道 你像咱们去军机或者军舰 那一定要跟利比亚 如果它的政府还在 不是无政府状态 跟它的驻华使馆是要有协调的 否则的话 你这个不是无害通过 你像利比亚就不同意美国派飞机吗 是吧 不是 对 它就是利比亚的 美国和利比亚之间的外交关系 是不是完全能够解决这件事 这是一回事 但是美国人实际上是没有去 因为美国人自己可能没有 你看英国去的这个 撤侨的这个飞机 还拉了很多别的国家的侨民 同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 也拉了一些欧洲的小地方 他们之间有协调 这个无所谓 因为美国没几个人吗 所以这种大国的这种 作为大国国民受保护这感觉 过去咱们是从好莱坞大片上获得 我们感觉美国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 美国哗哒特种部队就去了保护 这次咱中国人有这感觉了 也不是一夜之间的 那么第一次海湾战争 90年前和我们从伊拉克撤退 我们的侨民你靠的也是外航的飞机 那个时候我们撤退的方式 跟今天孟加拉国的建筑工人 搭乘我们的轮船返回 说实话只是有样子上的区别 没什么本质差别的 那经过了这些年以后 特别是你看文莱的时候 我们是商业包机 派了我们的南航的飞机去 把我们的侨民接回来 那你需要当地的配合 那么在IT的时候 我们再试一次的话 我们就可以派多架次的飞机 基本上做到一个不落的 把人全接回来 但在利比亚这件事情你已经做不到了 因为你单靠飞机 你有个问题 第一个 我们有很多很多侨民 第二个 他们有有效的机场 你必须把人先从利比亚接出来 转运到第三国 然后才能谈到安全撤离的问题 而这个过程 我查一下 像你刚才说英国的飞机 它在哪降落 它那里总有个机场 英国42年把意大利人打跑了 当然在那也把龙美尔 德国人打跑了之后 他在北非作战 就马格里布地区 它主要是利比亚的沿海 它有一条绿洲带 就隔一段就有一个绿洲 几千人 所以它部落多 一百多部落 当时德国人和英国人就在那打仗 而且龙美尔还赢过一仗 后来二战的时候 把他们赶跑了之后 英国人实际上在 包括现在的BP水油公司 英国人对于利比亚的地形地理 都非常熟悉 说白了 情报是非常熟悉的 他通过自己的系统 让这些人集中到哪儿 而且C130的它有一个好处 在沙土地它可以起降 不用专门的机器 对对 它是作战飞机 原来不是到伊朗 劫持人制也是 不是 就是救人制 也都是这种 劫持人制 对 就这个美国的那个 没错 所以它是通过这种方式撤 它是怕 可能 就这个动乱过程当中 有一些穆斯林兄弟会 什么 有一些人弄他们 所以他偷偷的集中起来 撤 这个是完全是有可能的 你说要在撤的过程中 碰到地面 本土的武装力量 这不就打起来了吗 对 那就是 那他就打吗 不是 这个你像美国 英国的这个海军 空军的军官的 都有一个 法律手册 他有自卫权解释 或者说预防性自卫解释 当然这个 其实也适合于我们 比如说我们的军舰 到了战区 就刚才海林说的 双方正好在这个海区之内 开炮互相 那么你就要考虑到 这个武力对你是 仅仅是影响 还是威胁你的生存 你做出自卫 你比如咱们这个 蓄日阳刚们 他们说 带在中国三万多 三万多去利比亚的 蓄日阳刚兄弟们 他们在港口上船的时候 碰到袭击 这就是我们军舰 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 我不知道我们 是不是有做到了 这部战术模拟 但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那么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你军舰没有派出 地面的武装人员 你是没法开火了 因为第一 你不能用导弹 你更不能用火炮 因为它的误差 很可能会打到你自己人身上 你必须是能够近距离的用 你的就是陆战队 去把它隔离开 但是我们是不是会派出陆战队 那是你跟利比亚政府之间的一个协调问题 它是不是允许你的武装人员登案 允许武装人员登案和不允许是完全不同的 军舰在海上的法律地位 和陆战队人员在陆地上的法律地位 这个根本不是一个概念 那么现在来说 我们因为考虑到形势的需要 可能我们是不需要这个问题的 我们在这个目的港和始发港之间 担任这种请卸就已经足够了 但是我们不能保证这个问题永远不发生 没错 现在全世界阳光照到的角落都有中国工人 而且有大量的中国工人 但是还有个问题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蓄日阳刚在利比亚 这个广告之后 这值得了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跟你讲 这国家没力量 你就去这事上你就体现出来 你看说这个什么孟加拉菲律宾 15万廉价外劳滞留在利比亚 6万孟加拉人 3万菲律宾人 然后孟加拉建筑工人说 说我们被雇主抛弃在沙漠 遗弃在沙漠 本国大使馆都没有 都拒绝伸出援手 说现在还有一百个人在沙漠里困着 没钱没粮 这事不能怪孟加拉国政府 他就是想帮 他也确实没有这个力量 那就力量 那么就是你的国力不在这里 而且我们要注意到 他这个外劳的形式和中国的工人 我们说旭日言刚刚有一个本质的差别 外劳的问题是 你只是有组织的劳务输出 哪一个建筑公司 阿联酋的一个建筑公司 沙特的一个建筑公司说 我需要一百个水泥匠 你叫孟加拉去请一百个人来 但是你的雇主 你的包工头 你的所有的这些管理层 都是当地人 或者是第三国人 你只是负责把这一百个工人送上船而已 这种情况下你没法救 那么我们是海外的 我们不是劳务输出 我们是工程输出 我们在那里是整个中资机构 对 是我们的公司 我们的资金 我们的设备 我们的工程师 我们的管理层 我们的工人 只是我们在为当地做一件工作 那这种是恐怕是未来 我们中国在恐怕在10年20年之内 是我们企业 特别是我们的建筑企业 基础设施建设企业 在海外扩展市场的主要方式 当然我看以后工厂保卫部是不是也配极杆枪 这次我看他们讲 就是救援到来之前 中国工人 晚上100多个人在外边 就是把哨 说是都有被抢了的 对 整个的宿舍 什么都给钱 什么东西都抢走了 对 那么这个就是海外使用武器的话 可能还有专门的法律规定 那么这一次 我觉得他有一点 咱们说到利比亚的局势 其实利比亚的这一次更多的是一些部族的和和卡扎菲之间的这种的争斗 而且部族的武装 我看最多可能有一些判就是判了卡扎菲的警察或者零星的部队 他的作战的规模也就是警察级的或者排级的班牌级的 没有大大规模的就双方的这种冲突 所以有一些混抢行为呢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的人相对迅速凑在一起 而且我们确实也集中 就是海林刚才说的集中比较多的情况下 这个应该来说自保的应该是会好 不是特别分散 特别分散就被人抢了 对 因为你凡是涉及到砖瓦灰石水电路这套东西 中国人修得特别棒 没错 而且利比亚曾经60年代的时候大兴土木 就是石油那个好的石油收入高的时候 是全世界人均消耗水电量最多的国家 但是后来80年代的这个石油危机 于是他停滞了 后来2003年他降了西方把核武器 就是交出去了 其实不是核武器是个实验室 他儿子带着美国人去说这个给你了 因为你打萨达姆 他降了嘛 其实卡扎菲是个降家 降了 那当然了 我觉得挺猛的 他儿子不是还追过赖斯吗 什么反正那时候他们跟美国 美国关系 就是03年一打萨达姆 他就降了 降了之后呢 他就和平环境他认为有了 于是他做了 因为在这之前 卡扎菲上69年的91革命之后 他做了三年计划 五年计划什么 他做了很多计划 又大兴土木 03年之后 而且是在准备在10年到15年 100亿的基础设施 那这时候中国正好才能过剩 因为中国这些蓄着阳刚 干这活瓦叫什么 这就是砖瓦灰石 咱们这套东西就是水电路 那熟极了 你看苏丹什么 非洲全是这个 没错 什么咱们动不动 就是一展示什么大坝体育馆 这个咱们合适 这个叫制优价廉 还便宜 那当然了 而且效率极高 那你像这孟加拉菲律宾 他们十几万在那是干什么 外劳他主要其实还是一个 就是要么就是他的这个 就是说他不能提供一个工程的全包 他只能给你提供一个劳动力 你要他搬砖搬瓦行 但是说你把这个工程包给一个孟加拉公司 他可能做不出来 那这是和我们最主要的 咱们中国是全他 对我们是就是说跟你签一合同 这个活就给你干了 当然你可能干赔了 比如说像中铁建在沙特 一下子赔了很多 有吗 当然赔了几十亿呢 为什么会呢 因为这个就是说你对当地的市场 其实你并不了解 那么你可能从你的技术可能性上 和你的资金知识能力上 你可以做 但是它的政治风险 它的文化风险 它的法律风险 你是不是估计到了 这是有可能会出现问题的 但是这个问题 不能抵消我们的建筑企业 走出去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趋势 你说这个风险 我倒想到 你比如像中建公司 它肯定在利比亚 是给你们干的一个什么工程 但是你现在这一乱 那这到底谁赔谁赚 这怎么结算的 这事 保险公司 如果你要上了保险公司 就是保险公司赔 或者是政府工程的话 你就不用担心 如果是跟利比亚政府签署的工程的话 利比亚还有政府吗 这个没有关系 一个最基本的法律原则 就是这个继任的政府 除非你公开声明 否则的话 你要承认前任政府的所有的合约 包括你的合同 当年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你要公开声明 对你不承认 这个事情呢 对 在利比亚 就是假如利比亚发生了政治 这个政治变革以后 发生这件事情的可能性 是非常小的 对 因为我们的建筑企业在那里从事的工作 他既不是就是像美国的这个利益一样 那么是新政 如果利比亚出现新政权 这个一定要被打倒 那么我们也没有站到说 这个他的敌对部署那边去 这个工程他是需要的 所以我们可以 基本上可以乐观的认为 在他的局势稳定以后 我们可能最大的蒙受损失 是我们撤退的损失 是我们的这个设备的损失 以及我们工地的财务损失 但是工程未见得会丢 你说这国家负了 是不是 我问一庸俗的问题 是不是所有这个钱都是国家掏 也不一定 就是这个撤侨的过程当中 你说撤侨是国家掏 飞机吃酒店什么的 但是我不知道细节的这个保险公司要赔多少 因为现在有很多公司 你看利比亚实际上跟西 就是03年之后跟西方制裁 美国人制裁的时候 以后他跟欧洲关系好 他利用这个马里布的这个金融系统 做了很多融资 后来03年解除制裁之后 他有很多工程的 有很多的像电信工程什么 是西方人做中介人的 西方人做中介人 比如说中国人的质优价廉 对吧 我可以 但是西方有很多公司是做金融保险的 就是说没关系 这个钱我替你付 我做保 做保人的 因为他是从中挣钱的 比如荷兰有很多公司就是做保人的 就是我就靠这挣钱我评估利比亚能不能拿出这个钱 他石油产多少 风险多大 最后说我给你保 对吧 我把钱付给中国 然后利比亚这边 你先最后你弄完了 我再找你要 因为你有石油 对吧 所以这里边的 他有一个商业操作的很细的 不是说 咱们想象的就是就咱俩 你怎么对 这里很很难说 我相信将来局势稳定之后啊 中国工程到那更有活干 对 他不把首都自个都轰炸了 对 咱们没准需要几个建个新首都啊 强强三言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我给你念念英国金融时报的这评论就说这事 说中国现在正在从深陷危机利比亚撤出本国公民 真正令人意外的 他们都觉得意外 说有这么多中国人居住在那 说中国外交部没有确切数字 估计有三四万人 这一大批中国人为至少27家中国公司工作 他们彰显出在经济利益扩张之际 中国面对的新矛盾之一 说出于部分政治部分商业各种原因 当今世界上不少最动荡和危险的地方 都有中国人的身影 甚至包括一些反华情绪正在升温的地方 他联想这几年咱们有石油工人在外边被杀 对这个有两个原因 一个就是我们的企业去了以后 却是在当地的利益分配方面 那么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就比如说你是在这给人修路 不假 但是你这个地方是有两个部落区的 那么就会产生这种问题 部落长老过来说你雇我100个人当工人 另一个部落长老来了 你雇我25个人当保镖 那么中国的企业如何选择这需要国际经验 而我们的国际经验相对来说是不足的 你们两位都是战略家 我瞎想一个 我平常听他们讲 咱就做大国梦 在将来可期的将来 你要中国真的很牛 他们都在说这么多钱 可以到国外买资源买矿山 那么你将来就有很多是 你在世界各地都有你的利益 包括你的人 那真是发生了这种 中国你得有航母战斗群 在海洋上是不是 你得马上这次是正好 徐州号就在福建 对对对 那你说将来 要不然得5000多海里 你像咱们到索马里是4000海里 然后到这个地中 从索马里这个地方 差不多到到地中海 是通过苏西市运河1500海里 要不然就得就不是这样的距离 就大概10天左右 那他你的问题是 你说的是航母 实际上更关键的问题是 你需要有海外的支撑点 是陆地上的 你光靠航母是没有 你能有20多条航母吗 桥团 对 桥团 你需要在当地 你的侨民是有组织的 对 有这个必要的时候 是可以进行动员的 武装组织吗 那不一定 那你不可能是武装组织 那不会 绝大多数的国家 不会允许外国 或者本国使用武器 那么第二个问题 你的商船队 要有在形成一定的海区分布 在必要的时候 你的商船队能够 能够调集组织 这一点我们是 这个任何一个海运大国都有 第三点最关键的就是 你的海军要在各个地方 有这种获得淡水和燃油的 补给的地方 否则的话 你根本做不到全球反应 你有航空母舰也没有用 那么我们这次就很明显 就算我们有航空母舰 如果我们不是在印度洋 我们是从湛江某个地方出发 15天以后你才到印度洋 那撤侨根本就赶不上 黄黄太都凉了 当然还有一点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 包括动乱地区 这个金融时报的时候 我注意到金融时报 华尔街日报都说 他比作我们是西方当年的 那种殖民 要资源 然后就给人点钱就拿走 其实中国还真不是这样 我们是帮人家 我记得有一次 跟张建英做的时候 说过这个事 就是我们给人提供过 给人提供一种工业化的生活 因为我们有足够的培训人员 其实我们并不是说 拿了资源就走 你看我们在非洲 在这个西非 在很多地方 我们是给人家修农田水利 省得他们那半大小子 拿着冲锋枪到地上乱转 是吧 然后让他们学会老婆孩子热炕头 这套东西 就给他一种现代生活带过去 而且有些资源开出来之后 配上他当地的生产 这样解决他的就业 否则的话 你就成了西方说的威胁论了 中国人帮助他们过日子 对 我们输出的是一种工业化生活 对 这个是一种普世价值 没错 而且这中国人 这是当年我还记得小时候的时候 非洲 感觉非洲的铁路都是在中国间的 是吧 还有医疗队 都是免费的 医疗队 对啊 那家 我们所有队 是 那呗 不是 赠福全是健康 不是 是